真的 国道上运车子车速快 大家开车要小心啊 国道一号南下170公里 靠近风源交流到附近这里 昨天也发生了一起连环追撞车祸 包括了有国光客运 统连客运 还有轿车就撞在了一块 这疑似啊 可能前车没有注意到 内侧车道正在失钩 所以六辆车发生了追撞 那么其中有两名驾驶 受困在车里头救出送银 被撞的客运车车尾全毁不断露着油 后方的小货车车头玻璃散落一地 下午国道一号南下170公里 靠近风源交流到附近 最前方的小货车 疑似是没有注意内侧车道正在失工 高速行驶下紧急刹车 后方的车辆反应不及陆续撞上 包含国光客运 统连客运 一共六辆车子撞在一块 小车啊 走到内线 看到失工 前面过不了 他就急切往中车切嘛 然后前面紧急刹车啊 那我光靠就是刹车不住啊 先撞台小货车啊 那小货车在追撞前面两辆小车啊 数十名的客运乘客饱受惊吓 拎着大包小包转搭接驳车 一度两名小客车的驾驶 撞的受困车内被救出脚步夹伤 两名小客车驾驶 小腿遭到撞凹的车体夹伤流血 送一只后还好没有大碍 事故发生之后 塞车绵延了四公里长 吊车紧急调离六辆追撞的车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交通恢复顺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